这是补习班今天新来的女生 她是不是很漂亮 就连老师都看得不知所措 然而这个叫小佳的学生 却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学渣 已经高中了 不仅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 甚至还以为世界上真有圣诞老人 但让人意外的是 从小时候开始 爸妈就从不着急她的学习 因为老爸是一个不苟言孝 只想把弟弟培养成职业棒球手的大男子主义 从来不管她和妹妹 而妈妈很爱她 又很开明 只要小佳能够自信快乐 她就满足了 所以小佳确实很快乐 每天和三个闺蜜浓妆艳抹 玩到天亮 因为她上的是一所私立高中 而且还保送所属的大学 所以他们坚决自暴自弃 从不学习 但她以为就要这样混下去的时候 转折来了 一堂课上老师发现 小佳包里竟然有烟 直接把她请到了校长室 处罚是免不了 但他们却把关键 放在了谁和你一起抽烟的问题上 不供出来 那就只能等着退学 小佳什么也没说 很快妈妈来了 她为小佳承认了抽烟的错误 但也认为出卖朋友不是件好事 如果这是学校所推崇的做人原则 那这教育也失去了意义 校长一时无言以对 最终她没被开除 但被休学了 保送这条路也没有了 即便是这样 她依然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 直到说了这么一句 很多人都会说的话 是的 从来没有什么目标 人生就好像没有意义的存在 然而妈妈给了她一个建议 要不去试试补习班吧 没有保送大学上 那我们就考一个 就这样 那个补习班上最美的女生来了 小李老师很快给她做了测试 结果这个高二学生 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水平 从此她便有了 垫底辣妹的名号 但小李并没有因此放弃 甚至还给小佳定了个目标 考上庆应大学 开什么玩笑 这可是日本排行第三的大学 真的要让一个四年级学生被考吗 但小李老师就是这么有意思 他告诉小佳 那里有成群的帅哥 为什么不试试呢 然后小佳就开始了补习之路 然而老爸对他不抱任何希望 宁愿请宝贝儿子吃大餐 也不给这补习班一分钱 所有费用都由妈妈一人承担 所以这也更加坚定了小佳的决心 他不能白费妈妈的付出 同时也要让老爸认可自己 这天补习班又来了个问题学生 小王 家里祖上三代都是律师 由于父亲的管教太过于严格 小王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 天天不学习 就是打游戏 小李对这种学生简直太了解了 他只一席话 就让小王放下游戏机 来到书桌边开始学习 这时真正的暑假要来了 为了让小佳在暑假也能专心学习 小李许诺他 只要在暑假期间学完初中英语 就给他看自己以前的黑历史照片 小佳就为了这个理由 也是豁出去了 现在他哪怕为了保持朋友关系 和闺蜜去KTV 也要拿着书补习功课 家里更是贴满了各种笔记纸条 而弟弟在这时 收到了一所名牌棒球高中的录取通知 爸爸抛弃女儿培养的小子 越来越有出息 这也让小佳有了压力 自己必须也要有出息 终于暑假结束 小佳做到了 他通过了初中英语的测试 如愿以偿的拿到了小李的黑历史照片 结果一看 这不就是傻根吗 整个补习班都笑了 新的学期 小佳的休学也结束了 班主任也得知了他的目标 他嘲讽小佳 做美梦呢 就你这小学水平还想考庆应 于是二人对赌了 谁输了就在操场裸奔 这天小佳和小王在路边闲聊时 了解到原来小李老师告诉过他 一个绝佳的报复老爸的方式 先考上大学 参加司法考试 但最后就是不当律师 虽然事后小王也明白 这只是小李劝他读书的一种方式 但他惊叹的是 小李能尊重自己的每一个学生 为了融入他们 每天都在补习着学生们感兴趣的话题 用自己独到的见解 消除着师生间的代沟 两人再来补习班的时候 却发现小佳的班主任来找小李老师了 原来班主任就是为了告诉他 小佳考庆应大学是痴人说梦 一个只有小学水平的渣子 要超过全国60万的考生 根本没戏 然而小李并不这么认为 他告诫小佳的班主任 不要再说学生是渣子了 那样只会给他们的思想里 买下一枚种子 认为自己就是个渣子 然后自甘堕落 我还是相信他们是有可能的 小佳和小王听了这番对话 都暗暗发誓一定要努力 但理想是理想 也必须面对现实 小李告诉小佳的妈妈 虽然她很努力 但岂不实在太晚 要想真的考上青英 必须加快补习的进度 这也意味着 她连周末都要来补课 而为了实现女儿的目标 妈妈答应了 她又找了一份夜班工作 并把家里的定期存款 全部取了出来 加了补课费 而当小佳看到那笔费用时 她明白自己再也不能用玩乐 或者赌气的心态去学习了 她必须担起这个责任 给妈妈一个交代 小佳的努力也被闺蜜们看在眼里 他们认真地聊了起来 决定暂时不打扰小佳 让她努力学习 等考成之后再一起嗨癖 真的很让人感动 这样的友谊无比耀眼 而在不断的学习中 小佳的英语日益进步 历史更是在普及漫画的帮助下 突飞猛进 是的 你没有看错 就是漫画 小李老师借给她一套历史漫画 就这样 她了解了很多不知道的历史故事 兴趣的大门一下就被打开了 看来你在自己的世界生活久了 对别的世界真的不了解 甚至可能不知道那个世界的存在 当有人带你踏上了这个新大陆 你真的会发现数不清的宝藏 那带你来的这个人 真的就是一位贵人 对小佳来说 小李就是这位人生的贵人 就是这样一个起初 仅仅是为了看帅哥 把目标定在日本一流大学的垫底辣妹 如今也为了明智 剪去了自己一头的长发 拼命地投入学习中 而他的努力与坚持 也感染着身边的人 很快一连串的模拟考试来了 虽然拼命地努力过了 但小佳的分数却还是不尽人意 每一次的一级评分 都沉重打击着他的内心 而恰好这时 弟弟也因为实在跟不上棒球高中的水准 放弃了棒球 一连串的打击 让小佳内心渐渐崩溃 最终他也想和弟弟一样放弃梦想 在补习班里 小佳和小李大吵一架之后 猫着大雨来到了妈妈上夜班的地方 妈妈把小佳带了回去 温柔地告诉他 如果实在太累 放弃也是可以的 我只要能看到你的笑容 就足够幸福了 第二天 小佳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庆应大学 在这里 他们看到了自信满满的学生们 妈妈告诉他 希望你也能像他们一样 获得自信快乐的人生 就这样 小佳在庆应大学的门口 再次失去了那个被抛弃的大学梦 很快 第四次模拟考试开始了 这一次 黄天不负有新人 小佳的成绩达到了考取率50%以上 他兴奋地飞奔回家 却看到老爸在烧弟弟的球具 这时 他也终于醒悟了 把自己的梦想强加在儿子身上 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 小佳把成绩单拿给弟弟看 告诉他 我会成功的 你也不要放弃 要努力找到自己的梦想 两个月后 考试开始 外头却下起了漫天的大雪 列车都停运了 就在小佳一筹莫展的时候 老爸及时送来了助攻 他开着那辆平时只让儿子上的小巴车 带着小佳前往考场 而到了考场的时候 老爸更是下车大喊 加油 小佳 这会儿 他的努力也终于感动了老爸 获得了他的祝福 果然 他也顺利地通过了这场考试 小李老师非常开心地 送给了他一罐合格咖啡 以鼓励他接下来的考试 很快 青营大学文学部的考试就来了 当天 他被咖啡坏了肚子 最终导致发挥失常 他并没有考上青营大学文学部 失落地流下了泪水 而补习班里 小李和小王都在思考着 该如何安慰这个曾经如此拼命的女孩 然而事情有时候就是这么意外 小佳虽然没有考上青营大学文学部 却被综合政策部录取了 身边的所有人都激动不已 班主任更是信守承诺 在毕业典礼上全裸出镜 很快 青营大学的开学日期要到了 小佳拿着小李老师给他的信 坐上了列车 小李在信上说到 你曾说是我改变了你的人生 但你也要知道 你努力的样子感动了身边多少人 而他们又会多么的感动你 但最后 那个最感动你的人 就是你自己